那病害会发生 出入病害会发生 第一个 病原菌 我们说病原菌 或是我们的害虫 一定要跟剂主接触 如果他不是他的剂主 他就是碰到了 有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没有关系 所以他一定要跟剂主接触 有接触了以后 他要能够侵入 他有他侵入的条件 像说真菌 他要发芽 包子要发芽 发芽完了以后 他会走他的发芽管 然后发芽管的尖端 就会产生一个附着器 刷在液片表面 然后在附着器的下面 他会产生一个叫做侵入钉 一个钉子状 那个这个钉子呢 就直接贯穿进入土之里面 那你说一定要伤口吗 有伤口最好 可是大部分不需要伤口 他就可以贯穿进去了 那说到这里 他既然不要有伤口 他就可以贯穿进去 这个钉子犁各位肉眼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好 那他要贯穿进去的力量 是不是一定 好 我们就说好了 他的力量是一就可以贯穿进去了 那如果我的液表的细胞越硬越厚 组织越厚 同样是一跟我的液表的细胞越薄 哪一个比较容易贯穿 那一个越薄 对不对 好 那这就牵涉到 我怎么让我的植物的液表变成比较厚一点 这就是防止方式 那你怎么让叶片的厚薄怎么去控制 用什么去控制 肥料 多施钙肥它就会比较硬 多施淡肥它就比较薄 对不对 这也就是控制方式 每次说到这里 我就会想到一个小叶菜 怎么办 小叶菜可不可以采用这个方式 不行 因为它就一定要需要荡肥 那什么可以用盖肥来控制花卉 铭铭铭铭铭 有差后 没差 所以你要选择的方式 会因为你的作物有不同 你有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然后它侵入以后 它就要破坏 破坏以后 破坏一个细胞 细胞本来是绿色的 有液绿素 然后叶绿素整个西瓜里面被破坏掉以后 它的组织液都流掉了 流掉以后 我们就看到旁边都有水晶状 或是叶片的细胞从绿色变黄色 然后变咖啡色 很多的细胞都变成咖啡色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叫做病斑 然后我们看到病斑 就表示 其实病原菌就进入你的组织里面 一段时间了 那它就会产生所谓的第二代 然后第二代就开始蔓延 所以 如果 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看到它有一个病斑出现 那你能够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赶快拿油剂来喷 对不对 你们认为呢 我刚才有讲过病斑产生的时候 就表示它的第二代孢子已经出现了 要开始蔓延 开始推算 这个时候我再去拿油剂来喷 我能保护的是什么 新的叶片 新的叶片 健康的叶片 健康的细胞 不要让它侵然 对 对 这一个已经有第二代法产生的病斑 你怎么处理 一定是先拔掉以后再去配油剂 这一点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的传统在培一样 你看到有病斑的叶子 当然大田的种植 没有人说 会先去把叶子给拔掉 我带的朋友 对不对 可是我们小部分的原意的 在设施里面的 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先把离病叶给拔除掉 离病组织给拔除掉 然后我再来做后续的处理 这个是整个生态环里面我们要注意的 那这时候我就要先讲了 当你拔掉这片叶子 你的叶子要放在哪里 哈哈哈哈 丢锡上 丢锡上 在垃圾袋 垃圾袋要 水深吸袋 而不是说我十片叶子 这样抱在手里 然后再拿拿拿拿拿去找垃圾袋来给 所以垃圾袋是水深吸袋 除非你种的是火龙果 那我说我就会觉得比较心虚了 火龙果没有办法用垃圾袋 把包起来 把它拿出去 对不对 那在果园也是一样 你在果园你果实掉下来了 在里面叫做有 果实营 掉了 那一同伴 当时把它放到垃圾袋里面去 然后就把它绑起来 放久了 这里就是肥料 因为它会发酵 它会分解 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里面的病虫死了没有 全死了 因为你吃过高额 那你就可以当做肥料 你把塑料袋 把垃圾袋拉开 就可以了 当做肥料使用 对不对 有人跟我讲说 你歪个洞把它埋起来 静住 歪个洞把它埋起来 除非你是梗的塑胶袋埋下去 不然的话 那些病虫不会死 不会任何快就死掉 反而放在塑胶袋里面 它能够被你消灭的时间 会有较短 而且比较秤 要放多久才会死 那就要看你的天气了 越热越快 对就好像发下 你普通发下要85度 对不对 它像我普通完全发下要85度 你病虫就死掉了 那一样 你如果把它闷起来 它就塑 塑胶袋喔 记住喔 不要给我用鲜料袋 鲜料袋有洞喔 不行 它就用塑胶袋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是很简单的小面积 你就随身携带一个塑胶袋 你当做垃圾袋 只要从手上拔下来的 下一个动作就放到塑胶袋里面去 就OK 然后你要再去处理那些 后续的动作 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病程 那我们刚才讲到真菌 那有很多就是说细菌性病害 正菌性直接贯穿 细菌性病害就不一样 那个细菌 它就一定要有水膜 我们看得到的水膜 因为细菌有边毛 它单一的细菌是肠感状的 跟我们人体的病原细菌就有点不一样 人体的病原细菌很多都是球菌的 可是植物的病原细菌一定是成狼钻的 它旁边有很多的鞭毛 鞭毛做什么用的 鱼油 为什么它要鱼油 那它一定要找到 如果它没有找到 它也没有水可以游泳的话 细菌掉下来就被太阳散死了 就干死了 它就没有侵入的机制了 所以所谓的产生病征以后 在病征的病斑上面 就会产生所谓的病兆 那个病兆就是在病组织上面的病原体 病组织上面的病原体 那它跟它的一些植物跟病原生 生理生化的种表现就有物质就会细胞 物质就会生动出来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叫做水浸状的病痰 会产生毒素 像如果是黏刀菌所引起的 黏刀菌所引起的 它产生毒素 就会造成叶片的黄化 那微管树阻塞了 我们做过番茄有得过青菇病 那青菇病就是病原菌 它阻塞了微管树 水会没有办法上去 它就会轻轻的就护掉了 那核酸跟蛋白酶之间的代谢 这就是病毒病害 那我们就说绿菇性病毒 人体的病毒病害相当多 那植物上也有很多 可是我们目前发现植物上面 最常产生的是正硬性的病害 那虫呢 虫就我们就从虫岸的曲石的棚 或是它会产卵 然后它会溜发默炎病 没有做一些呼吸 有没有 阿哥等于痴之类的 它只要沾过以后 它在那边提流 它会分泌一些蜜露 那这些蜜露 就会在叶片上 那这些蜜露很营养 所以空气中就很多的那种 我们身为杂菌好了啦 因为这些菌大部分都不会侵入 侵入就是它一定要请湿进去喔 走细胞喔 不叫轻露喔 那如果它只在榜面生长 这不叫轻露 现在有很多的蜜蜜蜜蜜 你会发现这种蜜蜜蜜蜜蜜 叶片上都有霉烟病 那你就说 你去看它有没有虫 没有它整个圆区都没有虫 那为什么也会有霉烟病 因为它噴太营养的东西给它了 或是说植物吸收以后 从植物的叶表 就密出了很多类似蜜露的这些基石 那上面就有了产生MNB 好 然后在媒介平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